有个男的想跳楼 谈判专家来了 大哥 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男子说 我不想活了 我的人生都是一坨屎 我没有工作了 没有钱 没有朋友 没有房子 专家说 世界上难道没有什么 让你留恋的东西吗 你结婚了吗 男子说 我要老婆和两个孩子 专家说 这不是挺好的吗 男子说 是啊 他们一直支持我 尤其我的孩子 乖巧可爱 你有孩子吗 专家说 男子问 你结婚了吗 男子问 有没有女朋友 男子问 有没有关系暧昧的室友之类的 你个头啊女人 我到了八岁 还喜欢吸大拇指 专家说 这没事的 我到十六岁还喜欢尿床呢 男子说 啥 专家说 没啥 后面有人说 你的喇叭哪来的呀 男子说 十六岁 有点晚了吧 旁边的人纷纷表示赞同 赞同的鬼啊 女同事伸手安慰他 安慰个毛啊 男子又说 重要的是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过去你妹啊 专家说 对 你说的对 你不再吸手指了 还成为了一个男人 一个丈夫 一个父亲 这些都是成就 男子说 对 没有家人才叫惨哪 然后专家难过的低下了头 男子说 对不起 专家点了一个念 男子说 又抽 你抽了有点多了吧 专家说 我试过戒了 但是戒不掉 我做什么都做不好 男子说 别这样 你是一个警察 你维护治安 服务人民 结果专家说 是啊 我服务人民 但是等我回家了之后 谁来服务我呢 男子说 没事的 总有在乎你的人啊 你看你的同事 就好像对你挺有意思的 专家沉默了一下 说 我这一行有个好处 我有这个 什么时候我想结束 我就在家自己结束了 男子说 大哥 有话好好说啊 专家说 还有啥要说 反正没人会想我 男子说 你别动 然后他就 下来了 下来了 你好暖啊 这点晚上 专家在家看电视 电视里的人说 16岁 16岁还尿床哦 你们是魔鬼吗 专家满脸阴沉 看向了自己的枪 这时候 突然 他的女朋友从后面出来了 超美超可爱 超乖超温柔 还说 拿枪来 老子打死他 然后女朋友又说了一句 我 Max 西断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spreadsheé 啊